伊朗革命卫队本周三早上表示 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 在德赫兰遇刺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对此次袭击负责 哈尼亚本周二在德赫兰出席伊朗总统 马苏德·佩泽什基安的就职典礼 伊朗没有透露哈尼亚遇害的细节 伊朗卫队表示正在调查此次袭击事件 61岁的哈尼亚于2019年离开加沙地带流亡卡塔尔 她的儿子和妹妹最近在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军队伤害 哈尼亚于1963年1月29号出生在沙提难民营 她的家人从阿什凯隆的朱拉村逃到加沙 该村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人烟稀少 2005年哈尼亚在巴勒斯坦立法选举中 当选为与哈马斯结盟的改革与变革名单的负责人 哈马斯获胜之后 他出任巴勒斯坦政府总理 但在哈马斯以武力占领加沙地带之后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迈德·阿巴斯解雇了他 导致巴勒斯坦两大派系之间出现严重的分歧 哈尼亚在2007年从阿巴斯的发达和组织手中 接管了加沙之后 担任哈马斯政府总理 后来成为哈马斯的政治领袖 于2017年JT哈利德·马沙尔 每天新闻 边云报道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 δ 辨ar 辨 gefragt 由 miner 版 门 otics 门 诺 门 雯 门